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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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欢迎收睇响,我来自在 疾病除了影响健康之外 假如未即时好好治理,有机会造成永久的损害 模式关节炎感,就是全球第二大 会导致患者丧失工作能力的疾病 而在众多的关节炎病症当中 最具破坏力可以说是雷锋濕性关节炎 究竟類風濕性關節炎的成因是甚麼 而治療方法又是怎樣呢 今集我們請來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 內科學系講座教授劉澤昇為我們講解一下 劉教授 歡迎你 大家好 其實風濕大家也會視訊聽到 也有不少人有 究竟類風濕性關節炎和風濕兩者有沒有關係呢 其實風濕大多數都是 犯指一些人會在打風落雨的時候 關節或者肌肉有不舒服 我們就叫風濕 而關節炎的病人很多時候 他們也會在打風落雨的時候 那個痛楚是會多了的 所以兩者會有一個關係 雷風濕性關節炎是一種自己的疾病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病人的免疫系統 細胞是活躍了 他們就令到關節會發炎 腫脹和痛 那為甚麼會有這個病呢 成因是甚麼呢 雖然我們對雷風濕性關節炎的認識已經多了很多 成因我們到現在都沒有100%知道的 我們知道有一部份是因為病人的遺傳的因素 譬如說 不幸運我有雷風濕性關節炎 我家人的機會有雷風濕性關節炎也會高了的 但就不是個個家人都會有的 那當然會有其他因素的影響 我們現在看到的環境因素 包括最多人是提議的就是一些病毒的感染 剛剛到病症 其實假如有甚麼病症看到 可能會患上了雷風濕性關節炎 最重要是因為嚴性的關節炎 每一個關節都會有發炎的現象 發炎起來的時候就會痛 會腫 會紅 另外就是剛才說過 因為病人身體的免疫細胞出了事 而免疫細胞全身都有 所以身體的每一個關節都有機會有事 假如有這個病的話 不及時醫治病情就會惡化起來 除了會嚴重影響到病人的生活之外 醫治也會變得更加困難 這個情況對一位國際女影星有很深刻的體會 因為她親眼目睹這個病 如何改變到她一個好朋友的生活 我們看看她的延伸算法 國際影星珍西摩爾 對上一次踏足香港已經是30年前 這日她從臨香港參與一個宣傳活動 但所宣傳的並不是她的最新參演作品 而是有關類風濕性關節炎的訊息 珍西摩爾說 近年積極參與類風濕性關節炎的宣傳活動 是因為她從一位好友身上 看到類風濕性關節炎所造成的破壞力 她說成為了類風濕性關節炎的宣傳大事之後 她說成為了類風濕性關節炎的宣傳大事之後 精神的認識發現有不少的病患者 因為味疾忌醫 最終導致病情惡化 假如一陣不去医治的话 最坏的情况会是怎么样呢 最坏的情况当然是关节会受到 除了痛楚之外会受侵蚀 圆骨会侵蚀 硬骨也会侵蚀 慢慢就会变形 而看看哪一个关节受影响 譬如脚的关节影响了 走动的能力就会丧失 而手的关节影响 我们很多事情都会做不到 有些研究都说病人的寿命都可能会缩短 为什么呢 刚刚说过了 因为类风修性关节影响是一个免疫系统出了事 而免疫细胞全身都会有的 他们除了攻击的关节之外 某一部分也有机会攻击病人的一些严重器官 包括肺部 心脏 或者其他的血管 当这些严重器官受影响的时候 生命就自然会受到影响了 说到这个治疗方面 现在治疗又怎么样呢 会不会有些副作用可能会少了一些呢 怎样治疗呢 最主要就是病人最逼切的就是痛楚 发炎 我们第一个阶段 很多时候就会用一些止痛消炎的药 来减轻病人的病征 但是止痛消炎药就不会控制到病人的免疫细胞 那我们就会用一些药物 是会控制或者减低病人的免疫细胞活跃性 而刚才你说的 副作用似乎是越来越少的 为什麽呢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何时应该用 如何有多常要查病人 究竟有没有机会有副作用 而最重要的是 我们都对病人的认识是越来越多 我们可以知道免疫细胞里面 哪一个部分 或者分泌了什麽是令病人的免疫细胞是特别差 那我们就可以针对性地来治疗病 那除了说靠药物这些治疗之外 病人在生活上有什麽要注意呢 很重要的就是吃烟 那我们也都是这十多年的 很多不同的研究都发觉 其实吃烟是会令我们 有免疫细胞性关治炎的机会 是高了2至4倍 而越吃得多的话 如果已经有了病了 那个病是会越来越差 亦都是会多些机会 有关节以外的病情影响 亦都是对药物的反应 是差一点的 今天就麻烦了 刘教授和我们讲解得这麽绪 麻烦了你 多谢你 到这儿 今集节目时间到够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 观众有任何医学问题 欢迎寄信来湾仔电讯大厦三楼 或者电邮至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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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